你好, 大家好... 今天, 所介紹這拙神 到遊戲的第26真的很大 最初的角色看見 我的拙神 如果未到26層,這個墮神系統會解鎖 你可以在這裏添加墮神 選擇墮神,然後按裝備 食靈的屬性會提升墮神 可以令食靈更加強勁 如何獲得墮神呢? 到26層,斜神遺跡就會解鎖 可以打斜神遺跡就可以獲得墮神 可以通過戰鬥,如果打了5層,到最後一關 可以獲得墮神 每個關家都可以選擇 每個關家都可以選擇 霸者契約 可以選擇的多項 可以獲得墮神的墮神 可以獲得墮神 如果打到這裏是過不就可以了 你就可以按左下角放棄戰鬥 可以重新來過 每天會重新給你兩次機會 入場的模式就是這樣 可以選擇這些自己要用的墮神 然後我選牛奶 然後我可以確定 然後我可以進入 因為我現在已經打到39層 感覺上我現在可以掃蕩進入 那似乎可以掃蕩的層數是你最高層數的一半左右 或者是15層左右 具體就不太清楚 大概是15層或一半左右 那我們就掃蕩了前20層 我們可以直接進入到21層 如果你的最高紀錄越高 那可能你可以掃蕩的層數就會越多 那我們來到這裡 首先編輯 可以選五個角色出戰 例如這樣 你見到霸者契約 如果沒有踢 即是沒有打勾 你見到他是有帽型的playtoy 以及這個丁型的playtoy 如果我勾一個 那些獎勵就會更厲害 你看到有個月型 以及有個丙型的 甲型是最高的 只要看到我再打多一個Tick 又可以拿到一個甲型的PayToy 打完三個Tick 你可以拿到兩個的甲型PayToy 兩個月型PayToy等等 你打的Tick越多 可以拿到甲型PayToy 可以拿到越多 換言之來說 更厲害的鎖神 左邊也可以選擇天賦技能 隨便擺兩招 我這個刀削是灰了 即是不符合要求 因為右邊的契約 就是不使用傷害系的料理天賦 那你的隊伍和天賦 就要符合契約的條件 也有些說 禁止你使用魔法系的食靈 或者禁止你用什麼輔助系的食靈 或者禁止你用防禦系的食靈 等等 那你也要符合 那如果其他食靈的戰鬥力不足的話 那你可能就考慮一下 不要剃他 那可能 如果我覺得這關 如果我不用這個傷害天賦 是沒有什麼信心可以過到的 那我就取消了這個Tick 至少可以過到這一層 那 暫時就是這樣 這個邪神遺跡 簡單說到這裡 那當我們 成功 打贏了這個邪神遺跡 那我們在這個靈體庫 就可以看到我們邪神遺跡 那些獎勵的兵胎 那你可能看到很多兵胎 有這個有那個 到底是怎樣弄他 或者哪些才是厲害 那 那最厲害的 個人來說就是這個 一個 土之珠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暴食 強花型 那你要 要 留意一下 你看看有沒有這兩個 有這兩個 劈胎的話 就會優先 來 去 淨化他 那你見到 下面呢 這裡有個淨化 還有這個 覺醒淨化 淨化呢 就是100%的成功率 就是你 用一個 劈胎呢 你那個 劈胎呢 就是 必定會 枯化到 他那個 劈胎裡面的 三個 賭神的其中一個 賭神出來 那 覺醒淨化 就有成功率的 要根據你的play toy的強度 成功率的高和低是有所變化的 如果你的play toy是比較廢的 那它覺醒淨化的成功率是比較高的 你見到這個是茂形的play toy 覺醒淨化的成功率是有70%的 而這個丁營和月營成功率是有45% 而你見到這個月營 因為它是有這個勁的 暴食強化營 所以它只有10%的 而所有的甲型的play toy 覺醒淨化的成功率是有10%的 即是有這些紫色的墮神的play toy 所以建議這些成功率有70% 45%就直接覺醒淨化就算了 那我們優先的拿來這個淨化 即是100%成功率用時間來淨化的 我們優先選擇的就是有這個有土之珠在裡面的這個play toy 那我們優先來去 pathway toy 另外買論是這個有隻fly toy 這些 padres為甚麼呢 因為這兩隻就是目前的實用數值 這兩隻是實用數值 以及那人的屬性 實用的屬性是比較高的 相對於其他紫色的墮神來說 例如這隻暴食和暴食強化型 暴食強化型的攻擊和生命的數值 比暴食沒有強化型比較高 全遊戲暫時最高屬性是土之珠和暴食強化型 如果可以淨化這兩種墮神的墮胎 就會優先到100%的淨化 即是左手邊這個 其次呢 就是這個 如果我用4個鐘來淨化的胸胎 我第二個選擇是用1個鐘來淨化這個有暴食的 這個月型胸胎 即是強化型暴食的月型胸胎 還有這個 土之珠的胸胎 這個1個鐘 這個我會第二選擇去呼化的一個胸胎 然後我才會再考慮呼化這些斷刀 或者這個 犬神 甚至這個 帝海螺 和這個 暴飲 這些 那 如果不是沒有 如果是沒有這個 土之珠 和暴食強化型的話 就算它有這隻 紫色的墮神 我們都會選擇 我都會選擇 覺醒淨化 那我們就看看 這些就直接覺醒淨化 全部覺醒淨化了 好 同樣地 我們直接去淨化 如果全部失敗的話 全部召喚失敗 這個也是我們直接去覺醒淨化 這個我們可以留回去 等待暴食強化型和土之珠 可以有時間去淨化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去覺醒淨化 你按了淨化之後 用長時間100%來孵化這些多神的時候 你看到有個灌蓋 灌蓋有什麼用呢? 每天有三次免費的機會 我可以按這個灌蓋 這條bar就會滿了 如果滿到這裡 你可以解鎖到這一格 可以增加魔法菜品 如果你解鎖到最後 就可以增加兩個魔法菜品 魔法菜品是什麼呢? 就是要去到這個界面 來研究這裡有魔法料理 這些就是一個就是膠囊 消除膠囊 某一些特定屬性的性格的墮神就不會出現 然後還有這些強化針 可以出現特定屬性的墮神的蓋蓋 提高40% 換言之 如果我們拍了兩針 可以有80%的成功率 提升到你選擇的那個性格的墮神 但是我們怎樣可以令到這條bar滿呢? 我覺得也要看一下運氣 因為你看到這些位置 它有時候灌蓋一下就可以來到這個bar 有時候它是要灌蓋兩下 你要看清楚你的bar 看看你去到哪 有時候它每天免費三次 你都未必可以灌蓋滿了這條bar 就算你用完三次在同一隻墮神 你都未必可以解鎖到第二格 所以你要留意一下 有一個技巧就是 你將你的4個小時的墮神 可能在11點或者10點左右 總而言之你那個呼化時間 靜化時間是要過到明天的 即是晚上10點、9點 呼化4個小時 可以去到什麼凌晨 即是翌日的凌晨 1點、2點的時間 你可以在今天的三次 先把灌蓋一下 過了12點 它又會重置免費灌蓋的次數 你可以再灌蓋三次 這樣可以令到你那隻 可以使用兩針的魔法 強化針 可以令到你想要的那個 性格的墮神 那個蓋蓋也會大大提高 說了這麼久 到底是什麼性格的墮神 那才是好東西呢 即是要拍哪個屬性 哪個性格的針 又會好些呢 這樣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來看一看 弄一張圖 墮神的屬性 下面那兩隻就是土之珠 和暴食強化型 上面那些就是其他的 紫色屬性的墮神 他們的屬性都是一樣的 只有下面那兩隻屬性是厲害的 上面那六隻墮神的屬性 前面那四辣呢 都是比下面那兩隻 那兩隻墮神的屬性低的 那只有這個爆擊和爆傷 是比下面那兩隻高的 那你看到生命攻擊 以及攻速防禦 爆擊爆傷 這六個項 那你的墮神呢 也只有這六種的屬性 來到去出現的 那我已經是 將自己覺得 哪些是 最厲害的 哪些是最不厲害的 那已經按順序 那些屬性 那分別最厲害的呢 第一就是生命 接著就是攻擊 接著第三我覺得是攻速 接著第四就是防禦 而第五就是爆擊 第六就是爆傷 那所以來講呢 那除非你說真的想練爆擊和爆傷的這個 這個墮神呢 那否則呢 都是下面那兩隻是厲害的 就是土之珠和這個 這個 暴食強化型呢 那 所以呢 我們是優先選擇 是震發下面那兩隻先的 那這個表呢 那你可以 遲些我會 上我Facebook 那你可以 去我Facebook那裡看看 那條link會 鋪在 那條片下面的 那你可以按進去看看 如果有需要的話 那去看 那好吧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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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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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值是謹慎 你可以按下虛盒去看墮神性格影響的屬性 勇敢可以提升攻擊力 堅強防禦力 謹慎提升生命值 活潑提升爆擊率 細心提升爆擊傷害 果斷提升攻擊速度 因為生命值是最實際的 可以令到你的食靈耐著捱打 沒那麼容易死 因為如果你被人秒了 即是被那些BOSS秒了 就算你多高攻都沒用 被一招技秒了的話 就算你一一攻你也是死的 就是這樣 其次就是攻擊力 可能是一些比較要輸出的食靈方面 會選擇勇敢來提升部分的攻擊力 但是可能都要用一至兩行的生命值 來幫他補充生命值 不然很容易死 其次就是攻擊速度 那有人試過 其實攻擊速度和攻擊力就差不多 那個獸易 但是呢 攻擊速度呢 因為你本身那個食靈是有那個技能的屬性去加成的 那你那個攻擊速度是有些是沒有的 目前很多食靈和攻擊速度有關的技能似乎都不是很多 那所以呢 攻擊力呢 一來就會提升你本身普攻的攻擊力 那二來也都可以提升你技能的傷害 那而你攻擊速度呢 那純粹是提升你普攻的攻擊力 並不會對你技能的傷害有所提升 也都不會加速你技能的釋放 那所以就個人覺得呢 那雖然是這樣 那攻擊速度呢 都是比較有用的 就是相對於這個防禦力 那防禦力是怎樣呢 防禦力就是只能夠抵擋這個普攻的傷害 那就是敵人就這樣打你那個普攻 那我似乎就並不可以抵擋到這個技能的傷害 那所以防禦力呢 我就放了它是第四的 那爆擊率和爆擊傷害呢 始終它的收益都是很低的 那如果你沒有爆擊率呢 你爆擊傷害再高呢 你打不出爆擊呢 你都是沒用的 而你爆擊率高呢 但是你爆擊傷害就不夠高的話呢 那你就算爆擊了 似乎它那個傷害都不會加得很多 那所以與其是這樣 我們不如選擇這個攻擊力會比較好一點 那所以就是這樣啦 那六種屬性 那接著就說一下這個 這個墮神的升級吧 那墮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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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是有四種這個屬性的 那就是要通過升級來獲得 那而滿呢呢 就是這個30 level 那我們 如果未到30 level呢 那就會有三項啦 或者10 level就只有兩項啦 而1 level這些就只有1項 那如此類推啦 那你越高 level呢 那你可以解鎖的這個屬性欄呢 就會越多了 那就培養啦 那個人來說 那個人來說 都是比較優先培養這些 呃 暴食強化型啊 或者 那些土之珠啦 那當然啦 你那個屬性 你那個性格要看回 那最好就是這個謹慎啦 幾次是勇敢啦 那但是我謹慎的暴食呢 那是 不多 都是只有這兩隻 那所以我是強化了這兩隻先啦 那其他那些 那其他那些 紫色那些 你如果有謹慎的話 那你都可以先用的 那但是最好呢 就要跟回他適宜的食靈 每一隻墮神呢 他都會有一個適宜的食靈 而相應的食靈呢 就會可以再將 他的屬性提升10% 就是裝進去那裡 那你可以留意一下 那而這個暴食呢 那他適宜的食靈呢 就有牛扒的 那牛扒呢 如果裝進去呢 那可以再令到他的屬性 再提高這個10% 那相當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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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隻啦 那啊 可以令到他更加多的血量 來去坦住那些傷害呢 那跟著啦 啊 啊 就 優先就是 有謹慎 或者勇敢的 這個 性格的 土之珠 或者 布石強化型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 那你這些 啊 謹慎型的 可能其他的 紫色的 墮神呢 那你都可以 升著的 那當然啦 要看回你 適宜食靈那裡 那裡 有有沒有啦 那如果你有那隻 適宜食靈的 當然就會 可以考慮優先 來到去提升等級啦 就是這個雞尾酒 那樣啦 那是這個適宜食靈的嘛 那我可以 升這張 犬神 那可以令到他的屬性 更加之 高啦 那不會虧太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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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些白色食靈 你可能在早期就這樣 覺醒 覺醒 就算我暫時還有勇武之地 但你看到我加6 其實最多都是活動加5 因為加6都是貪玩的 通常都是活動加5 但現在好像都沒有活動 所以都不推薦培養白色的墮神 你可能開頭斬呼化的時候 看到有個緊腎 還有橙色可以先用 因為你可能開頭未必有這麼多 紫色色靈 當然都是選擇這些白色的 你都是選擇一些生命值比較高的 你可能會去選擇 其他可能都可以吃的 然後再講講這個強化 在培養裡面 升級下面有個強化的 它是要吃自己的 所以如果你有相同的墮神的話 就算性格不適合用 你都要留著它 用來強化一些適合的性格 不要吃掉它 紫色這些要留一留 特別是這些布色強化型 還有土之珠 在升級方面 說到升級方面 升級方面 你可以吃這些垃圾的墮神 因為一按升級 就可以爆了 藍色那些一般來說都會吃掉它 紫色那些就看看你有沒有需要 紫色那些 像這些短刀那些 如果不適合用的 你都可以吃掉它 我暫時留著 再看看有沒有用 接下來說說 墮神的再生系統 我看到左邊有攻擊力 攻速爆傷 生命值防禦力等等 右邊有些數據 這些數據可以對回那個表 因為每個屬性對應的數值都是不一樣的 例如你攻擊力可能會有80的情況的話 你不會有300多的情況出現 換言之說 我可能這邊的數值有幾千多 但是絕對不會對回攻擊力 要留意一下 換言之 你右邊的數據 和左邊的屬性 都要對回那個表 有需要可以去我Facebook看一張表 這個界面的數值是可以變的 我們怎樣把它變成呢 我們可以試一下 按下其他界面 按下強化 然後再賺回來 你看到它又變了 那些數值都已經變了 那麼我們要看它的數值是怎樣呢 如果我們左邊 我現在用了三個攻擊力 感覺上這次會出攻擊力的情況 是會比較高的 但是我們再看看右邊這些數值 似乎我還沒看到有些橙色的數值 或者紫色以上的數值 都不太好 所以我們盡量使用 左邊有三個攻擊力的 或者生命值 而右邊也有些相對應的 那個數值的 紫色或者橙色的數值 這樣就比較容易中到 但是其實就比較難使用 你看到我現在可以使用三個攻擊力 其實都是比較難見到的 我們再使用三個攻擊力 你會看到這次呢 右邊的數值都有橙色的 紫色的 而左邊的數值 就比較分散的 你看到最上面這裡 防禦力 攻速生命值 爆傷和攻擊力 全部都有了 這個呢 那這個呢 那個隨機性感覺上是比較大 我們可以使用三個攻擊力 如此類推 你可以使用一些自己有滿意的數值 然後再按再生 來使用 你看到不斷按強化再生 其實我個人來說 比較喜歡把它升到10級 OK 那你看到多一種屬性 其實就這樣就可以使用了 現在看到這個有很多橙色屬性 但是攻擊力就有兩個 但是這些數值 似乎都不是對應這個 攻擊力的數值 那這些 600 400 應該就是爆傷和攻速 換言之 可能這次的 洗的情況 是偏向這個 攻速會比較多 感覺上 但是我們不想要攻速 我們都是想要生命值 或者攻擊力 可以再按一按 直到洗到 可能有一個 滿意的這個數據 然後再洗 那現在呢 就看到有四個攻擊力 在左手邊 那這個 1 2 3 4 4 那四個 但是右手邊 就並沒有這個 我們攻擊力的相關數值 那我們 會不會可以 試一試呢 感覺上應該出 這個攻擊力的概率是比較高的 但是雖然右手邊沒有這個數值 那不知道他的攻擊力的 數值有沒有很高 但是我們都可以試一試 洗一洗 看看有沒有好東西 那一洗就洗到這個 75點的攻擊力 那就是這個 紫色屬性 都不錯的 然後我們可以洗到這個 下面這個 那這個呢 我洗到這個 左手邊有3個攻擊力 那1 1 2 3 那這三個 那這三個 而右手邊呢 似乎有一個 是這個 橙色的攻擊力 數值 那最上面這個 那應該是105的 那因為我本身的性格是勇敢 所以要自己加回這個 50%的數值 那就是70 再加35 那就是105 那橙色的攻擊力 那就是最上面這個 那我們看看洗不洗到 那雖然只有一個 那其實最好 這邊都可能洗到 兩個攻擊力相關的數值 就會比較好 那一個我們都可以試一試 因為其實真的很難洗出來 好啦 那洗一洗了 看看會不會真的這麼幸運 中到一個105 105 真的 那如果這邊停了105 那當然會是攻擊力 那很簡單地 那我們又用了兩顆這個 再洗煉石 那就洗出了一個 紫色的攻擊力屬性 和一個橙色的攻擊力屬性 那相當之厲害 那大家都可以試一下用這種方法 那雖然呢 那... 洗得多呢 其實覺得這種方法 其實就不是說... 真的... 很準確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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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tile 既然... 甚至少少 HU Cool 可以收到自工的屬性 希望大家可以容易製出來一些 的屬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